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去年年底啊 去年年底 对 在学校那边的时候 疫情期间压力大不大 压力特别大 尤其是什么 其实我一开始跟大家说 我爸妈特别忙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也很忙 我妈是医护工作者 我妈就在前线 有一次我妈的口罩没戴好 她这个鼻子她没有摁上 然后 我当时在国外 然后 家里人都没有告诉我 只有一次 我接起来电话 我妈突然说 女儿你戴我口罩 我当时我就觉得不对了 因为我妈从来都是 对我比较严厉的 我知道不对 我就经常戴着口罩 但是后来我爸 等那阵我妈隔离完了 我妈没有事的时候 我爸跟我说 其实你妈那个时候 接触过密切接触患者 我当时我心已经 幸好我妈没事 我妈要是有事 我回国 我没个妈 就是这个样子 每个人都是 有很难的一面 你有责怪我妈妈吗 我妈说 你要在那边好好学习 海外 海外也很难的 你一个人在国外也很难的 我们不希望用这些事情 去打扰到你 或者是扰乱你的这些心智 就这个样子 也是很感谢 有这么伟大的一个母亲 一直在我身边 很多时候 父母真的替我们承担了很多 往往给我们的只是好的一面 但是他们独自承担的这一切 都不愿意和孩子分享 有的时候 可能在爸父母的心里面 我们永远是孩子 但是其实作为孩子 我们也想成为家里的一份子 我们有自己的责任 所以如果家里没有任何的事情 我们都希望爸爸妈妈 把事情告诉我们 让我们能够陪伴你们承担 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 让孩子试着和父母 共同来分享生活的一切 赵春不哭了 不哭了 你看你刚才那么欢乐 现在你又哭了 我就有点自责 我就在想 我让你哭得有点晚了 要是一上来就让你哭的话 可能你后面的快乐感染 会更强一些